为了要让小朋友了解传统年节 在农历年前 万里幼儿园也精心准备了围炉活动 还有抽红包的小游戏 小朋友拿到红包之后 要把里面的图卡所对应的机箱话说出来 才可以拿到礼物 而幼儿园也期许孩子要在给予祝福 以及得到祝福的欢乐氛围中 感受不一样的农历年节 万里区势力幼儿园 在学期末举办相当另类的节夜仪式 邀请到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一起来围炉吃火锅 为了要让小朋友了解传统年节 幼儿园精心准备了抽红包的小游戏 红包中装的不是钱 而是一张张的小图卡 小朋友拿到后 要说出相对应的机箱话 才可以拿到小礼物 而幼儿园的节夜室 也在满满的祝福声中揭开了序幕 祝大家好彩佛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 他以那个胡带还有说吉祥话 来一起画新年 刚刚小朋友也是有很乐乐的表演的活动 祝福所有的家长 祝福所有的乡亲 甚至祝福所有的老师 大家都新年快乐 我想我们刚过完圣诞节 圣诞节是一个夕阳的过年 而我们中国的过年 现在是每况愈下 我们应该让它提振起来 把传统的年轻 明年刚好是猪年 当然也祝福所有的乡亲 祝是大吉 那也是要准备迎接新年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透过 就是大家围如 请家长跟小朋友 一起来到学校 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因为我们前面之前 有办过万圣节 有办过圣诞节 这都是属于西洋式的一个节日 那我们也不要忘了 中国其实有浓浓的一个新年的年味 那我们也透过的平常上课 跟孩子一起的用游戏的方式 来传达新年的意义 万里幼儿园过去每逢节日 总会带着孩子做活动 不过过去的活动 不外乎是西洋的万圣节药堂果 还有西洋的大节日 圣诞节装扮 都是来自他乡的节庆 因此幼儿园也决定 要让孩子更加了解 自己家乡的重要年节 把过年的气氛 搬到教室里来 让亲师生一起同乐 然后看到红包袋里面 它是什么图片 他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吉祥话 那其实我们的学校 也是用游戏的方式 透过游戏的方式 让孩子学习 所以孩子呢 不管是大班 中班 小班 都看到图片 他都很快地可以讲出来 吉祥话 那这个也是达到 我们大家每一个孩子 他所学习到的 那也希望所有的 今年的新年呢 大家都过得很平安 很快乐 在充满的祝福声响教室里 去讲下小朋友说 其实最辛苦的人 是带搭自己的爸爸妈妈 还有幼儿园 照顾小朋友们的老师 因此在抽红包游戏过后 也不忘提醒 要跟爸爸妈妈 还有老师们 说声吉祥话 让孩子们感受 传统年节的欢乐气氛 也不忘要心怀着感恩 度过幸福平安的农历年 记者廖平衡万里采访报道